提起英国 最先蹦入脑海中的 一定是古老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建筑 悠然的泰晤士和美景 一时悠久的文化地标 无一不体现着这座大都会城市 辉煌的过去与现在 伦敦中心的威斯敏斯特 汇聚了这个日不落帝国的权力心脏 生生不息的活力 滋养着这片英伦文化发源地 今天在这个家来看的 就是伦敦这座国际都市 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汇聚绚烂的历史底域 与奢华共存的居住区 威斯敏斯特 威斯敏斯特是英国行政中心的所在地 House of Parliament国会大厦 又被称为威斯敏斯特宫 就位于该区域 大本中于1859年落成 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地标 是世界公认的英国文化标志 也是英国政府和议会制的象征之一 威斯敏斯特教堂始建于公元960年 自1066年起就是君主加冕教堂 众多皇家婚礼、葬礼、国家庆礼 和纪念活动也曾在此举行 唐宁街10号自1905年起 就成为了英国首相的府邸 除了是英国首相府邸和办公厅外 这里象征了英国政府的中枢 也是英国政治和权力的核心之一 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的主要寝宫和办公处 也是国家庆典和往事欢迎里举行场地之一 Saint James Park就在白金汉宫旁 在众多景观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的美化之下 成为了伦敦市中心最美丽的花园 作为首都的新藏 这里的交通可谓是四通八达 Saint James Park地铁站双线交汇 Westminster地铁站三线交汇 而不远处的维多利亚站点更是伦敦的交通枢纽 连通了整个英国 魏斯敏斯特区作为伦敦的重点学区 共有公立小学42所 中学11所 从知名中小学到顶级大学 全方位覆盖了各学领段最佳的教育资源 英国顶级私校西敏工学就坐落在此 此外 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帝国理工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伦敦商学院 中英圣马丁学院等多所国际顶尖学府 也都进在15分钟通勤范围内 此外 区域内云集的各式各样的咖啡馆 各国风味餐厅 不断开拓的零售购物街 高端写字楼 住宅公寓 使得区域的生活配套更加丰富和宜居 新和旧汇聚在了这个伦敦文化地标区域中 营造出了古典悠然 而又现代摩登的生活节奏 生活的格调 就这样散散落落地弥漫开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